所以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发现繁体汉字的智慧 那会从这三个方面我们一起来交流 首先是汉字的翻译 第二点是这几个汉字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有六个汉字的意思 第三就是这汉字跟我们人之间的关系 说到汉字的含义 大家想过汉字是什么意思吗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当我进入到古书的查口 汉字其实是一种非常了不起的智慧 是怎样的智慧呢 汉字两个字到底是怎样的意思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汉 汉的繁体字是这样写 那汉的繁语是样的意思 那样又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会正常组字荡样是不是 那样的含义呢 古书当中说是泉使出山 那这个泉呢又是水的源头 也就是说起出出山的那个源头的水 就是样 这个水是大的 而且有一个特点 是长的 是永远长的 在诗经当中 是因着诗经的这首诗 我们在开始有的汉族 汉语 汉字写了这个叫汉 说唯天有汉 那可见这个水 这个使出山的永远的长久的 这个大的水 中国古人讲是从天而来的 那天上有银河水是吗 关于这个银河水啊 其实在诗经里面也讲银河两边 还有星 那也是我们中国非常传统的 一直流传至今的 这个七夕节当中的这个故事 这个日后的时候 也会给大家来拿出来分享啊 那今天我们重点看 唯天有汉 也就是说这个汉 这个银河水 从天而来的 永远的 源泉的 这个水 是从天上来的 好 那 我们想一想 从天而来的这个水 难道是我们喝的 那个自然界的水吗 不是 从天而来的水是代表 从天而来的智慧 好 那这是汉字的 汉这个字的含义 再来看字 字经过茶口啊 可了不得了 家人们 是说这样说的 这个字 是乳 它字的含义 是乳 那我们看到这个乳字 就会想 那就是生完孩子 给他喂奶 叫乳 是吗 就经过茶口 这个乳字的含义 是生子 就是单纯的 就是单纯的生子 就是乳字 而且是用在人和鸟 用这个乳 生子叫做乳 那兽呢 生子就不叫乳 叫不叫生子啊 也不用这个乳字 而是用产义字 好 所以人 生子 用这个乳 那这个生子 就是字 大方译 所以字 是生子 那如果跟汉 连接起来 汉字 结合起来 用什么生子呢 用天的智慧 生子 那我们就要思考一下 这个生子 是指着生我们的肉身吗 用天的智慧 来生的这个孩子 是不是生的是心灵啊 好 所以我们今天 如果真的进入到汉字当中 会讲我们有生生的父母 其实也有生我们的天的智慧 好 所以父母 其实我们有两个 一个呢 是我们肉身的父母 一个是老天爷 是不是啊 天的智慧 所以我们也应该做天之子 那看到这里 就让我想起 在我学习 因为我是中文专业的 在 学习西方文学史的时候 开篇 就会有圣经这本书 圣经这本书当中 是在讲 天 他们管叫做神 对吗 那从神而来的 相信神的 都是一家人 叫做弟兄姊妹 所以其实 从这个角度来看 世界的这些文化 其实都是要归于一个道理 中国的古文化当中 也在讲用天的智慧 来生子 那这个智慧 就是让我们与天连接 成为天之子 这样的智慧 是运含在汉字当中的 好 接下来 看到汉字的含义了 我们就是通过 接下来的这几个字 嗯 这几个字 也是在古书当中 最开头的几个字 那我们一个一个的 进入来看一下 先来看一下 一 大家写一的时候 说是最简单的 小时候 也是最先学会的 写一字 可是当我五十岁 开始进入到古汉字的时候 有提示繁体汉字的时候 发现 这个一并不好写 不容易写明白 那一的含义 古书当中 是这样说的 唯 出 大 起 唯一的 起初的 至大的 至高的 至远的 是这个一 大家说容易吗 是轻轻松松的写好 这一个一字的笔画 就可以了吗 并不是对吗 好 那这个唯一的 起初的 至大的 至高的 那透过什么 来体现呢 嗯 接下来 解释一的 这个 这个词就是 道 立 与一 也就说 想要 进入到 这个一 明白这个一 的话 那就要进入到 道当中 道 理与一 也就是说 一 体现在 道上 所以我们中国人也会说 这个人 不在道上 好 那 这个道 我们真的明白多少呢 啊 反正呢 我的确在道的面前 是蠢笨的 愚拙的 好 竟然这个生命 是从五十岁 开始 认识汉字 啊 真的很羞愧啊 好 接下来 说 有一 然后 有二 那是说 写好了一 然后 再写这个二嘛 啊 有了一的这个笔画 再有二的笔画 并不是 这个二代表什么呢 也说 这个一有了 就道 有了 是起初的 唯一的 是大的 这个道 然后 造分 天地 这个天地 是二 啊 天 一花 地 一花 啊 留这个道 然后 造分 天地 天和地 是这个二 那 有了二 然后生三 三生 万物 是这样说的 所以 有了天和地 然后 造化 其中的 万物 好 那 天地 万物 从这里看 是不是 都是 起始于 这个道 这个一 所以都是 从这个一 开始的 那 有了这个道 接下来 我们中国人 也会说 阴阳 是不是 我们 在查考之后 发现 阳为天 阴为地 日后 日后的时候 我们再去进入到 阴和阳的 这个学习 交流 好 先来看 当这个道 是这个一 作为一的 这个道 有了以后 由这个道 开始了 创造 天和地 以及其中的万物 好 那给大家找了 这个图片 这两棵树 大家喜欢哪一个呀 这两棵树 喜欢左边的是吗 都喜欢枝繁叶茂 我们的人生 也希望 像这一棵枝繁叶茂的 硕果累累的 这样的树 是不是 结果不止的 这一棵树 信不希望 自己的人生 像右边的这棵呀 不希望 对吗 那 大家 我们可以一起 思考一下 想要 让人生的 这棵树 枝繁叶茂的话 那要经营好 哪里呢 最根本的 是在哪里呢 透过刚才 这个词 根本 根本 是不是 在于根 那这个根 我们的人生的根 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一 所以有了一以后 接下来的 就是这个字 圆字 圆的含义 就是 起手的 是气之始 我们所以也叫做 元气 到 有的这个生气 开始 这个元气的 这个开始 我们也组成一个词 叫做 圆 圆 本 本 所以 起手的 这个道 作为生气的 这个道 就是 作为根本的 在这里 人生的 大树 的根本 是不是要从 这个根呢 那根 是不是也是 是由一粒 由一粒 种子 开始 所以 这一粒 种子 我们的这个根 就是道 就是这个一 开始 起手的 有了这个一 开始 元气 初分 然后 化 照分 天地 然后呢 开始 天地 是二 阴阳 这个二 然后呢 二生三 阴阳 再去化为万物 所以 二生三 三生万物 这些 后面的树 都是始于 一的 也就是 从道 开始的 好 是不是 人生 要在道上 就非常的重要了 好 那在接下来 我们去看 一 既然是 道的话 那 在我们 人生当中 要把什么 放为最大的呢 看为最大的呢 作为最大的 去追求呢 同胞们 尤其是中国人 我们人生 都在追求什么呢 现在人 现代的中国人 大多数 是不是都在追求钱呢 谁有钱 谁就是老大 然后呢 也追求 古代的中国人呢 就比较追求 权势 地位 是吧 叫官本 为 官本 为 那个本 把官 作为本了 是这样的吗 嗯 我们来看一下 古书当中 古人在教导 我们的 天地 啊 是当中 什么是最大呢 道 最大 啊 也就是 一 是最大的 有一 才有二 所以 在道 创造之下的 天 也大 地 也大 好 那 在道当中的天地 后面 再去创造万物 那其中 最重要的 我们人 也大 也就是说 在道当中 你看按照这个顺序 道最大 然后呢 道当中的天 地 才是大的 那 在道当中的 这个人 也才是 大的 所以如果 我们不在道上 也不知道 这个道的话 那这样的人 能不能 称为大的呀 啊 是不是不能啊 所以叫做 应该叫做什么 小人 是不是 嗯 好 再接下来 我们就进入到 人 啊 看 古书当中 对于这个人字 是 如何解释的 看来以后 让我真的大吃一惊 啊 我们通常讲 什么是人呢 我们长成这个样子 啊 身材呀 我们肉身的容貌啊 啊 这样组合起来的 我们长的这个模样的 这样的 称为人 是吧 啊 可是古书当中 不是这样写的 什么样的 叫做人 啊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天地之性 最贵者 啊 是人 这个性 就是生命 啊 生 的意思 就说天地万物 所有的生命当中 最尊贵的 是人 啊 是这样解释 人的 好 那为什么呢 因为当人 在天地当中 这个大道当中的时候 有天地之心 有天地之心的 这样的存在 称为人 那反过来 如果没有天地之心 不明白 也没有天地之心的 这样的存在 能不能看为人呢 在古代的古书当中 是不能成为人的 好 那 有天地之心 然后呢 能与天地合得 好 所以 人 是有德行的 嗯 怎样的德行呢 其实就是 仁爱 啊 仁爱之心 首先是 天地之心 啊 能与天地合得的人 有天地之心的人 我们也说 仁者爱人 是吗 好 那再接下来 天地万物当中 那 草木 啊 还有 禽兽 有没有天地之心呢 我们来看一下 古书当中 是这样告知给我们的 禽兽 草木 皆 天地所生 也就是说 禽兽 也把草木 植物 动物 都是天地 所生的 万物 但是 却不能 做 不能 为 天地之心 做不出 天地之心的 德行的 事情 所以 到 在造 万物的时候 就把 这颗 天地之心 给了人 所以我们人 是有 良心的 我们叫做 良心 如果人 没有了良心 说这个人 是什么 就是个畜生 或者叫做 禽兽 不如 是吗 我们也通常说 你不是人 那可见 就是失去了 德行 失去了 天地之心 那 同胞们 我们现在 又有多少人 在讲 天地之心 在讲 天地 与天地 合得 在讲 良心呢 为了挣钱 为了 谋求 自身的 这些利益 我们宁可 不要 这颗良心了 大家说 是不是非常可悲呀 这也已经称不上 是什么 人了 所以 很多时候 我们 所领受的 各样的教育 是不是真正的 让我们得福的教育 还是 让我们 有各样灾祸的教育 是不是要去分辨呢 也 回想 我自己的人生 二十岁之前 在被教育成 这个样子 好像是 无神论的 这个教育 到后面 感觉也是为了 这个家 努力的去奋斗 也都是一些 实用主义的 道理的教育 好 那到后面 慢慢的 说 中国古人也说 五十之天命 是吧 那 也确实是 进入到文字当中 发现 离道 真的很远 很远 所以 要回归 到天地之心 让自己的这个德行 去好好的 建造 被道建造 真正成为 一个大写的人 能够称自己为人 好 那再接下来 看 关于 讲这个人呢 说 有天地之德 有天地之心 也是阴阳之交 鬼神之会 那看到古书的时候 让我很惊讶的 说 鬼神之会 那人为什么 又是鬼神之会呢 鬼又是怎么回事 神又是怎么回事 那竟然在 五千年前的 中华文化当中 其实是 在解释 人这个字的时候 竟然脱离不了鬼神 那日后我们也 一起进入到 这两个字的查考 也在近现代的时候 说中国人是不是 也把这些认为是 糟粕 认为是迷信呢 那看世界当中 各国的这些文化 只有中国人 近现代的中国人 是无神论 其实看古人的话 一直到 就是 封建社会的 这个结束之前 其实中国古人 五千年的 这个文化历史 其实 没有 废掉这两个字 那如今说是 传统文化的复兴 所以呢 我们也不能够 把古人的这些 历经了几千年的 关于鬼神的 这个道路 去把它丢掉 也要去看看 到底在说什么呢 是吗 为什么人 还是鬼神之灰 好 那再看后面 说 人者 人之德也 能行 人恩者 人也 也就是说 人德 有人德的人 能行 人 爱 恩 死 这样的人 才成为 人 好 那 全部是关于 所以从这里看 人 是不是 古书当中 讲的人 绝对不是在讲 肉身的人 而是在讲 人的内心 人的心灵 好 那 因为道 给道人 有了天地之心 能与天地合得 所以 人成了万物的灵长 所以在中国古书当中 有这样的一句话 说万物 莫灵于人 也就没有比人 更具灵性的 所以 人的心灵 人的这个良心 是最最重要的 让我们称为 人的标准 因为有了心灵 能有天地之心 与天地合得的这个良心 所以天地万物的生命当中 生物当中 人是极贵的 所以为出大极 今天我们人 要与道合一 要与这个一 能够结合起来 才能够成为一个大写的人 里面的心灵的人 好 那关于这个一 我们一大构成的天字 所以天在书写的时候 拆分的时候 古人是这样 构成的天字的 就是一大为天 那一刚才 查考说是道 那把道看为之大的 那道是不是也创造了天 好 所以天就是代表着天 至高的 至高无上的 没有比天再高的 也就是说 没有比这个道 再大的 那作为人 天地万物 当中的这个人字 要称为人大 人也大的话 就是要把这个天 作为自己的什么顶 人应该顺从在 至高的道之下 至高的天之下 所以要在天道当中之下 来遵行 这样的人 是不是才称为 被道造出来的人呢 不然的话 没有了这个心 天地之心 没有了天地的德行 其实活的 其实活的就跟禽兽 跟草木 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好 那再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关于文化 从小到大 我们都在学文化 是吗 也在学习各国的文化 对吗 那这个文 刚才提到的 一是道的话 一也是大的 那大的文化 今天所有的父母 都希望自己的孩子 能够学习到最好的文化 那最好的 最大的文化 大文 其实是怎样的文化呢 就是在道当中的 可参透天地的 在道当中的 这样的文化 才是大的文化 最好的文化 好 那明白了 可以参透天地的文化之后 有了这样的文化 那让这样的文化来教导 接着看这个画字 画的右边 这个意思 是变的意思 变 然后左边是个人 人要变化 那就是化 那按照什么变化呢 按照这个 可参透天地的 大的文化 来进行教导 来遵行 那这就是文化 两个字 所以其实中国古书 就在教导 就在教导我们 透过汉字 从天而来的这个智慧 来生扬我们的心灵 让我们具备 参透天地的这样的道理 然后得到了这样的教导和智慧之后呢 变化自己 教导自己去遵行 这就是文化真正的含义 那看到中国这个汉字 那看到中国这个汉字当中 各样的偏旁不守 有天上的飞鸟 有地上的走兽 对吧 那构成的这样的汉字 其实也都在告知我们天地的道理 那这个道理其实很重要的 让我们的心灵去区分什么呢 鬼神 经过研究去学习 发现真的是这样的道理 那日后我们也会进入到 这些文字 在天上的飞鸟 地上的走兽 构成的这个文字当中 将会给我们参透天地的这样的智慧 好 那再接下来 我们再去看这个字 这个字叫做极 极 极呢 是上面一个横代表天 下面一个横代表地 这个中间 这个两笔 是这样写的 其实是人 是这样写的 人 然后呢 左边是口 右边是手在抓 是手在抓的意思 好 那这个极字 其实通的就是 极 就是病字头的那个极 也是代表这个 也是这个结 代表极速的意思 那组成这个字呢 可以用敏捷来解释这个极字 那哪里敏捷呢 是不是心思意念呢 我们也叫做灵敏 也就是说 明白了 做到了这个字 极的人呢 是灵敏的人 敏捷的人 那我们敏捷 我们通常说灵敏 这个人可灵敏了 那灵敏的人通常在做什么呀 我们认为这个人会挣钱 这个人会围观 这个人非常的聪明 能逃状远 我们会觉得这样的人灵敏 其实看这个极字 灵敏的人是怎样的人呢 看一下这个极字的解释 说灵敏的人呢 这个极呢 是成天之始 因地之利 也就是说懂得天的时候 抓天的时机 然后呢 也懂得地利 利于自己的 这个地在地上的 这个利 能够有利自己的 天地这个时候时机 口去谋止 天地的这个时机 这个有利的部分呢 口去谋求 手呢去抓起 那这样的人 是不会失去时机的人 是灵敏的人 好 那天的时候 又是怎样的时候呢 在汉字当中 在讲时候天的时候 其实也在讲春夏秋冬 是吗 也在讲天干地支 很多很多 其实都在讲天时 那这些汉字 到底是怎样的含义 然后我们也一起去交流 是不是我们都希望能够把握天的时机啊 如果有天的这样的智慧 那我们人活的就不会误打误撞 就不会靠着自己去摸索 摸爬滚打的最后会发现又回到了原点 是吗 好 所以做一个有天地智慧的人 是灵敏的人 好 那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关于这个极字 进一步的这个解释 说天地之道 恒久而不已 说天地的之间的这个道理啊 天的这个有时机 对吧 地也是有它的这个道理 这个道呢 是永恒的 是长久的 是不会停止的 是永存不废的 天地之道 好 那手呢 人呢 作为人呢 这个病 口病 手病都是急的意思 要快快的 是这个意思 口呢 要快快的去谋求 去谋略 手呢 要快快的去 怎样 抓取 那而且 要昼夜肥蟹 就是日日夜夜 不要懈怠 日日夜夜 不要停息的 去追求 去口也追求 手也抓取 天地之道 因为这个是永恒不变的 那这样的人 得到了天的这个道理 就可以参透天地 就具有了参透天地的智慧 这个就是灵敏 这个就是灵敏的人 大家看 其实汉字 是不是都在教导我们 怎样 过我们的人生 人生最重要的 最根本的 是什么 好 那在 最后 我们 每一天 每一天 在努力的 是不是都是希望自己过幸福的人生 对吗 那怎样过幸福的人生 去努力追求的 是不是一定要在这个 一 在这个道 在天地的大道当中 然后做一个有天地之心 与天地合得的 去做这样的 嘴里所说的 心里所想的 然后手里在抓取的 做这样的一个人 是不是 才能过幸福的人生啊 那具体的看这个 性字的书写 上面其实是一个 夭折的腰 下面呢 是一个腻 这样构成的是性 那到底 性这个字 在告知给我们 怎样才能得到 幸福的人生呢 在下一次的时间 我们再一起来交流 那也愿 所有的热爱文化 想要让自己的人生 过得更好的 想在道当中 一起行走的同胞们 我们一起进入到 繁体汉字的智慧当中 一起让自己成为 有智慧的 与天地合心 合得的 这样大写的人吧 那今天的分享 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聆听 如果说 你一直有去教会 却还不能完全 明白圣经 看不懂 有很多疑惑 可以说明 你是学习的方式 方法错了 我们右心式平台 能够为你快速 精准地找到 合适你的 个人阶段提升 根据你个人的阶段 我们将量身制定 一对一的 圣经学习 你将不再为高昂的 神学院进修 学费而担忧 因为我们是 完全免费的 工艺进修平台 点击视频下方链接 进行报名 或者扫描 二维码咨询 有心事 什么 倾听心灵的声音 遇见未知的自己 致见未知的不知 也许不知 第一个